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访问时间 那么我先说今天节目的结论 也就是这个参议院的共和党领袖 麦康奈尔昨天突然辞职 那么川普在经历了十年四个阶段之后呢 终于是完全执掌了共和党 带共和党进入川普时代 开启川普王朝 你说你这个说的太大了是不是 我给大家来掰开说一说看 这里当然了提出了三个问题 第一是什么叫川普王朝 第二是麦康奈尔辞职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或者直接的后果呢 第三个什么叫四个阶段 好 我们先来说什么叫王朝 那么这是这个英文的一个说法 它其实是个俗语 它并不是一个怎么讲正式的一个定义 那么叫Dynasty 比如说肯尼迪王朝 Kennady Dynasty 它指的就是一个家族 多人连续执政 那么各个是地位显赫 这个家族叫做 就是形成这个叫做什么 政治上的一个时代吧 叫做王朝 那我们都知道民主党确实 它有一个叫做肯尼迪王朝 这是从1947年开始 叫PJ肯尼迪开始从政 那么他的孙子JFK 叫做约翰·肯尼迪呢 出任美国总统 那约翰·肯尼迪他们兄弟四个 三个从政 除了他自己之外呢 他的一个大弟弟叫做罗伯特·肯尼迪 那么出任美国的司法部长 也当出任美国的参议员 那么小弟弟呢 Ted·肯尼迪呢 也是当了46年的这个联邦的参议员 那至于说他其他的兄弟和后代呢 出任众议员啊 议长啊 众议员议员啊 美国大使啊 叫做美国特使啊 副州长啊 州议员等等 若干若干 所以呢就是 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旺族吧 所以把它叫做肯尼迪朝代哈 Kennedy Dynasty 在约翰·肯尼迪时代 那么在共和党呢 大家都公认的是有 叫做布什王朝哈 就是Bush Dynasty 原因就是从1988年 那么叫做乔治H.W.布什 就是老布什了哈 那出任美国总统 那后来呢 那又过了这个叫做 八年之后呢 乔治W.布什 小布什在出任美国总统 那么后来呢 那他的他的弟弟哈 这个捷布布什呢 出任是佛罗里达州的州长 所以呢一时也称作叫做 也是共和党内的一个旺族哈 叫做布什王朝 那也有人说 是不是会有这克林顿王朝啊 就是因为一个比尔克林顿嘛 还有他的太太希拉里 原来是想当总统的 如果当得上的话 那确实就会出现一个克林顿王朝 但是呢 显然没有发生啊 所以没有这回事 其实是这种说法哈 用一个人的名字代表一个王朝 这个在最高法院也有这种说法 我们都知道这个在1953年开始哈 那么出任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呢 叫做Earl Warren 所以这个时代也叫做沃伦王朝 或者叫做Warren Court 那么从1953年到1969年 那么这一任的叫做16年的哈 他出任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 这个过程呢也是美国的最高法院偏离宪法文本啊 与时俱进的16年 其实是非常可惜的 那在Warren之后呢 这个新的首席大法官叫做伯格哈 所以这个时代也叫做伯格王朝 或者叫做伯格 Court 那么在这个期间呢 也是美国通过了若干的叫做放纵派的 叫做什么来判决 其中包括罗素韦德哈 那么美国的叫做自由派 或者严格的 我讲准确的说叫放纵派的兴起和伯格王朝 还有前面说的这个沃伦王朝非常相关 那在伯格之后呢 是雷恩奎斯特啊 雷恩奎斯特王朝 那么他呢就是开始往回走哈 走回保守派 那么我们都知道雷恩奎斯特 他这是里根总统任命的哈 那么这就等于是往回走了哈 再到后来呢 就是小布什任命的罗伯茨 约翰罗伯茨 那么叫做罗伯茨王朝 Robert's Court 那么就是一个中间派哈 虽然他是这个共和党的总统任命的 但是他并不是那么的 怎么讲呢 那么的保守 所以呢 所有的王朝啊 这就是说 讲的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代表一个政治时代 或者代表一个高院的时代 好 那么现在说回到我们的话题哈 这个麦康奈尔辞职 怎么解读哈 好 那我在这儿 我稍微停一下哈 我以前给大家这个介绍 推荐过一个产品 一个保健的产品 叫做玄宝黑生的口服液 那么很多喝过的朋友呢 都觉得挺好的啊 很抗疲劳 恢复精力很有效 因为有朋友问说有没有原生 原生就是那个人 人生本身的哈 还真是有哈 那么普瑞唐呢就真的推出了新的产品 我试一下 我觉得非常amazing哈 它叫做黑生的原生呢 给大家看一下哈 大家对了解一下 这就是这个黑生的原生 非常的精致哈 精致的包装 把它打开之后呢 是什么样子呢 那么就是这样子 大家看一下哈 其实蛮有意思的哈 大家看到哈 这个东西 就是你仔细看 它就是一个人生 完整的一个人生 然后呢这边就像就像吃个吃个平时吃个蜜箭一样的哈 我把它撕开 撕开之后打开之后 就可以吃哈 但我在做节目就不多吃了 那那因为平时啊 芯田就把它把这个人生切成小小片哈 因为没有时间整整拿着吃的时候 拿一小片 插一块就这么吃 所以呢就这么一个情形吧 总而言之吧 就是非常非常独特哈 人生可以这么去吃 我都不知道 它怎么弄的呢 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哈 一颗完整的一个一个黑生啊 用野生的蜂蜜 古法来密制 没有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哈 那么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所以用这种方式来做 那这个有点像吃蜜饯的那种口感 有点点苦哈 但是是很醇厚的这种身味 那么这个黑生圆羹的原料呢 也是来自于六年制的哈 这个高利生 采用四百年的古法 是九蒸九酿 纯手工来制成的 这个人生中的精华呢 叫做人生皂带哈 它是这个红生的六倍哈 然后是黑生的白生的十六倍 它的功能就是叫 会滋养五脏六腑 补充元气啊 像我经常熬一夜 那么所以呢吃这个人生呢 对我确实很有帮助哈 还有抗癌抗肿瘤 提高人体的免疫力这种功效 它是任何年龄 任何的体质 任何季节都可以吃的 所以很特别啊 那朋友说那你这个口服液和原生怎么比哈 一根原生的有效成分 大概是五到六代的口服液的含量 所以呢就是原生的价格呢 你会想到它就会高一些哈 那么这一盒里头有十五 十五根哈 十五根这是你跟大家说实际话 这是六百美元 不过呢确实一分钱一分货 所以它的功效呢也就是相应的 所以呢如果你有这个经济条件 又对健康有需求的朋友呢 我就推荐大家去试一试 真的很不错 起码对我来说是很不错的 好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啊 输入方位的专属优惠码 FW2023 FW2023 所以不论是购买这个玄宝黑身的原根 还是口服液 还是普瑞唐的百分之百的纯素的植物鱼游 都可以享受全球的免费邮寄 好谢谢大家了解这段资讯呢 有的朋友对就是有用啊 好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 我们回讲到这个麦康奈尔的辞职 突然的辞职哈 我先说一下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哈 美国的政党就是个俱乐部 party party哈 你说叫党 翻成党也好 它也是个party对不对 那么一个俱乐部 所以呢它是松散的不严格的 它没有总书记 也没有党主席 也没有政治局啊 那么谁是领袖呢 美国的政党谁是领袖 一般是谁做官 谁就是领袖 谁做最大的官 谁就是这个党的领袖 这个当然它不是规则 也不是规定 它是一种传统 一种习惯 一种文化哈 那么唯一有点像中央委员会的 这个组织叫做RNC 叫做共和党全国委员会 在民主党那边叫做 DNC哈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它说白了就是个秘书处 或者是一个品牌包装处 或者是一个政治募款处 或者叫做大会小会的筹办处 所以RNC的主席呢 是共和党最大的一个秘书 等于是哈 那他的老板刚才说了 就是党的领袖 而党的领袖就是基本上 就是一个党最大的官员 所以在川普总统出任总统的时候 他当然就是共和党的当然领袖 所以呢大家就应该听他的 但是呢他并不容易真正到位 在2016年他当总统之后 因为他是外面杀进来的 他是一个政治素人 所以很多这个叫做当权的人 就建制派都不认他 川普在2015年参选 2016年呢就是在竞选的时候 其实是面临两党的围剿 那么他在共和党能够出现 能够成为候选人 完全是因为共和党的基层选民 因为当时就引发了我的注意 我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 您是不是在美国 当时媒体的报道都是川普 就是很多他的丑闻 他这个大嘴巴经常说话攻击别人 那么川普大学 川普University 骗人家钱等等之类的 所以呢但是在爱荷华州的出选的时候 川普拿来第二名 第一名是Ted Cruz 接着他就是第一了 再到后来就一直第一 当时我就觉得不对 这个人这么烂怎么会 怎么会一直第一啊 后来呢我就开始去研究川普 研究完了之后发现 哇居然媒体都在说谎 但是这件事情啊 这个初选的成功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真的我用简单的话说 叫做美国人民真的很有眼光 当然了你这里是一个判断 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川普讲的话 句句讲到他们心里去了 那么川普讲什么话 川普说在全球化的过程中 过去几十年 把美国的工作都抢走了 美国的精英是不会为你们考虑的 在华盛顿执政的人 他们不会为你们考虑 他们确实也不会为他们考虑 所以他说精英的美国不是你们的美国 你们的美国已经没了 那么他说川普还说 美国帮全世界已经把自己搞得很虚弱了 我们要让美国重新伟大 那川普这个人呢 其实他一辈子都是富人 他怎么会能够说出让这些 基层民众心动的产生共鸣的话呢 那么我后来看了川普的这个叫做自传 川普他爸爸他不是扩人 是个小商业主 是一个小的叫做布鲁克林的房地产的开发商 所以川普从小的时候呢 就在工地和他的工人为伴 和兰领为伴 和他们非常熟悉 那你要看了川普的交易的艺术这本书 你就看出来 这本书其实不太容易看的 它是全英文的 那么也就是一个口述下来的一个东西 我是很仔细的看完之后 很耐心啊 花了些努力才看完 看完之后我看出几点来 川普绝顶聪明 第二他很有同理心 第二他所到之处他不浪费时间 他很会观察 他很会问 所以很多美国的蓝领老百姓 怎么想是他问出来的 他平时啊 他不当总统的时候 他就在到处观察到处问 所以他跟一般的政治人物不一样 他还真是接地气啊 别看他那么有钱 他所到之处 他都会让自己很接地气 了解美国真正的情况 所以当他讲出了这些话的时候呢 就非常 就讲到蓝领 蓝领的民众的心里头 就产生明显的共振 但是 他讲的这些话呢 没有讲到建制派心里去 对不对 所以呢 他赢得了人民 但是没有赢得高层 同时呢 他那个时候也没有讲文化 也没有讲宗教 所以呢 他也没有赢得 这个共和党的保守派的支持 或者叫做福音派的支持 包括插党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这是何方人物 这就是个 顽固子弟啊 这是一个一个阔老啊 一个电视上的明星 谁知道他哪一路神啊 所以呢 他们其实也不认同他啊 我在座的有很多观众 其实是美国的 是基督徒啊 你要记得在2015年16年 你想想看你支持他嘛 福音派 基督教其实都不太支持他 因为不知道他是谁啊 好 但是呢 在 所以呢 这第一阶段 就是2015到2016年期间 他结果呢 他通过他不断的去演讲 因为他那个时候 他很新鲜嘛 大家觉得很稀奇 所以左右媒体 都给他很多很多的 这个曝光率 觉得很好玩啊 很有这个叫做什么来着 很能吸媒体的眼球 所以媒体需要 需要这样的 就是说 叫做什么 叫做很出格的人物啊 结果 结果就是他赢下来了 中西部蓝领的选票 把这些选票原本是属于民主党的 把这些属于他们的美国基层民众 就拉过来 来投共和党的票 或者是来投他的票 他赢了谁 他赢了汽车之州 密西根 密西根 他赢了米尼苏打 他赢了俄亥俄 他赢了宾夕法尼亚 当时这个地方叫铁锈州 因为这个工作外移吧 传统的这个制造业 已经全变成生锈了 叫铁锈州 所以呢 赢下这四个州的话 那你想想看 这里头三个州是摇摆州 那就江山底定 那也没得话说 就赢了选举人团 好 那么这就是他的这个第一阶段 好 然后他上台之后 就是2016年到2017年 这是他的第二阶段 怎么讲 他一上台之后 他的保守派的政策就开始展现 这里头就涉及文化 涉及宗教 他就成立了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 他参加美国举办的世界宗教大会 他带头参加上街参加DC的反对堕胎的游行 他并且到这个保守派全国代表大会 CPAC在那里去表态 这个时候啊 美国的保守派福音派查党就觉得 天哪 天上掉下了一个大元宝 我们不知道这个川普 这个人是这么回事啊 跟我们想的一样一样的 所以呢 那么在很短的时间内 在两年的时间内呢 川普就用他的行为 用他的行为去收编了 其实就是 共和党的福音派啊 查党和共和党的右翼 这是第二阶段啊 是2016年到2018年 第三阶段呢 就是2018年到2023年 五年的时间呢 他就是收编了众议院的共和党人 OK 怎么讲 因为成为川普的 这个成为总统的川普 当然就是共和党的当然领袖 对不对 但是因为两院的议员呢 都是有权力的人 都是当全派吧 他们都是建制派 所以呢 他们看川普就是个野鹿子啊 说白了就是 有的人会觉得哪来的粗汉啊 就就就就就就就在这样啊 这么猛啊 所以他们对他是抵抗的 但是呢 他又不得不遵守党的传统 因为他是总统 也就是党的当然领袖 所以还得尊重他 所以这种冲突之下 最受不了的 就是当时的议长 众议院的议长叫保罗·莱恩 大家还记得 Paul Ryan 他就受不了这个新的领袖啊 这么猛的力道啊 在保守里面 经济政策外交政策上 全都跟传统的共和党的路数是不一致 所以他就憋得非常难受 但是呢 他又没办法啊 他是总统又是领袖嘛 结果到了2018年 他看到众议院是保不住的 保不住他就当不成众议院的议长 他就自己选择退选了 47岁啊 年富力强的时候 从国会退休 就是因为他受不了川普啊 所以呢 当然他退休之后 你觉得他有啥作为啊 他现在啥作为也没有 所以其实退的就是因为 跟川普合不来 好那保罗莱恩下去之后 上来的是麦卡锡嘛 麦卡锡比莱恩呢 更加 幼一些 所以他对川普会展现一个合作的 合作的态度 友好的态度 他也确实这么做的 但是呢 在众议院里头有反川的一批人 大家要还记得的话 一个是众议院的叫做共和党的 叫做共和党叫做什么呢 conference 共和党会议的主席 就是利兹切尼 那么另外还有这个伊利诺州的 叫做Adam 金辛格 Kissinger 那么他们呢 在1月6号事件上 1月6号事件上 跟民主党保持一致 甚至投票 就叫做 就是成立众议院的1月6号调查委员会 并且支持对川普的弹劾 那么 那么结果呢 结果在2022年的大选 中期选举中 他们几乎全部被共和党的选民刷掉 包括这个 刚才说的这个叫做金辛格 也包括第三号人物 众议院的第三号人物 离兹切尼 所以经过这一轮较量之后呢 众议院的反川派几乎是淘汰干净 众议院就成为川普的众议院 那么至于说麦卡锡后来为什么被人罢免 就是因为他还是有些建制派的这个习惯 和民主党合作的习惯 那么 或者说跟民主党合作的观念 说白了就是因为这个被罢免 那么 当然了 也有人说 这样对麦卡锡不公 那么你也可以这么说 因为问题确实主要不在麦卡锡 在于民主党 为什么 准确的说是在于民主党的极左派 那么民主党极左派其实就是 就是共产党了 所以呢 他们呢 他们怎么绑架民主党 他们是 他们声称首里有年轻人的选票 因为年轻人从这个公立学校出来 那么到了18岁可以投票 那么 被他们的共产主义理念所感召 当然它不叫共产主义 这讲的这些军品妇啊 这些东西 免费的健保啊 免费的读大学啊等等之类的 所以呢 用首里有年轻人的选票的理由 绑架了整个的民主党 民主党即使里头有老人啊 像拜登啊 像这个佩洛西这样的哈 他们希望保住权力 所以他们在目前 在这样一个叫做他们的 他们的 这叫选民的板块的这个现实之下呢 就变 不得不越来越左 所以呢 就涉及边境啊 这个开放边境啊 这个 日益下跌的这个治安 恶化的治安啊 毒品啊 变性啊等等这些东西 就是结果这些政策就大量出台 这就带来两个后果 第一个后果就是让 民主共和两党越来越没有共同点 两党合作呢原来是一个优点 是一个宽容 是一个政治人物的气度 现在你要搞两党合作的话 就是一种 就成为一种错误 一种荒唐 一种妥协 甚至一种投降 那么第二个后果就是 这个正面和民主党极左派对抗的力量就越来越保守 他们也越来越有理由 越来越有声量 越来越有这个名义 越来越成为共和党的正宗 所以中国道家有句话叫做相生相克 那确实就是这样的 相生相克不是东方的理论 它是全球放之四海 这是这个宇宙的规律 那么因为这种相生相克的理论 相生相克的规律 民主党越左 共和党就一定越右 那么这个时候原则就变得特别重要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要站稳 叫做站稳立场 这是中共的话说 那站稳他的脚步 绝不动摇 就成为最重要的一个政治素质 那在这种情况下 麦卡锡的缺点就出来了 他以前很灵活 他很灵活 他的灵活是优点 但现在就变成了 他的灵活就变成了缺乏原则性 就成了一个缺点 麦卡锡在共和党内就变成了少数孤立派 他就站不住脚了 他想跟对方合作 对不对 那每次就被大多数人批评 所以最后导致被扫地出门 就换成了这个坚定的 更加坚定的 比较坚定的保守派 强生 那这就是第三阶段 到强生上台的话 共和党基本上 众院共和党就全部成为川普的人马了 第四阶段就是我现在讲的参议院 这个阶段是从2021年到2024年 对 我不是说了吗 这没有总统的话 那么就是公权力最高的人 或者说这个国家最高的官 就是这个党的领袖 其实麦康奈尔在川普下台之后 应该就是共和党的领袖了 因为他是共和党的 参议院的领袖 说起参议院呢 其实参议院是很有权利的 六年才能选一个 那么全国就一百个位置 这个在众院是四百三十五个位置 参议院才一百个位置 那么其中这个共和党只有四十八个人 来自每个州只有两个人 所以参议院的权力 和在媒体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作为参议院的领袖更加是如此 但是大家要注意到过去三年之内 参议院共和党基本上没有什么声音 为什么呢 因为麦康奈尔当不成这个领袖 川普卸任之后 他的能量 因为他回白宫 他的活动能量 他的声量 就特别大 所以这个麦康奈尔其实拿不到什么 他的应该拿到的领袖地位 这个前总统 因为一般的总统下野之后 基本上就是淡出政坛 那川普因为想回白宫 所以他不会淡出 他就非常的活跃 在这个意义上就变成两个中心 麦康奈尔和川普 那么在参议院 建制派现在面临当年这个纵远一样的情况 建制派 这个叫做反川派吧 或者叫做起码叫做非川派 他就慢慢就活不下去了 我们老早就知道在2018年的时候 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的参议员 叫Jeff Flake 就因为跟川普冲突 最后本州都不选他 最后他只好说我不连任了 因为他知道选不上 那么来自犹他州的罗姆尼 他以前是共和党的前总统候选人 是共和党的大佬 所以也是跟川普正面冲突 冲突来冲突去 那个在犹他州 斯考森教授从犹他州来的嘛 他就跟我说 他们犹他州都不会选他的 所以呢 他也直去 到了这个基本盘散掉的时候 罗姆尼就宣布说 下次不连任了 这等于是退休 所以呢 参议院的反川派纷纷缴械或者放弃 那么与此同时呢 顶川的川普扶上去的J.D. Vance 俄亥俄的 还有那个叫做密苏里的 这个Josh Hawley 还有佛罗里达的 这个Rich Scott纷纷上位 参议院的板块就出现移动 最后就移动到 只剩下参议院的 共和党的最高层 还是叫做非川派 那么参议院最高层 对川普的抵抗 或者冷抵抗 在过去一周的时间内 就是土崩瓦解 为什么呢 几个原因 一个呢就是说 若干和民主党合作的议案 特别是跟原住乌克兰 和这个叫做什么南部边界的 议案到了众院建光死 那么强生议长 见都不见马上说不要 所以完全没有机会 就形成了参众两院 共和党的实质的分裂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 第二呢川普的初选连赢五场 结果呢前两天 这个参议院的党编 就第二号人物 参议院的党编叫做约翰图温 就宣布 我顶川 他indorse川普 那么这就意味着 麦康奈尔的副手投奔川普 所以呢就剩他一个了 说他重判清理是有点过 但是他的人马选择不太跟他同进退 这是明显的 所以对麦康奈尔来说呢 可以说是大势已去 而参议院的这个重量级的参议员 也是来自犹他州的 叫做Mike Lee 他一个是罗姆尼 一个是Mike Lee Mike Lee就重炮轰击 他说你带领我们 我们要服务共和党的需要 你怎么老去迎合民主党 这样下去我们怎么办 还有更多人直接挑战 来自于这个佛罗里达的Rick Scott 直接就说你下台我上去 所以他就变成是一个内外交困 那么我知道这个讲起麦康奈尔的功过 很多人骂他 我觉得不公平 光骂他不公平 我来公平的说一下他的实际情况 这个麦康奈尔呢 他是南方人 他在阿拉巴马州出生 后来呢 大一点的到乔治亚州待过 然后再去肯塔基 就是南方 就在南方和中部 他年轻的时候参加过 这个马丁路德的 这个在华盛顿的大游行 也听过这个马丁路德 在那个林肯纪念碑 就发表 我有一个梦 我有一个梦 I have a dream 这个演讲 所以他年轻的时候 是有这种民权主义的情节 他不是那种保守理念 成长起来的一种家庭 那么在1985年呢 他就年纪轻轻就选上了参议院 那时候他43岁 成为年纪最轻的 当时共和党的参议员 所以他从那走到现在 几乎是40年时间 那么他从2007年开始 就一直担任参议院的 共和党的会议领袖 那么是美国历史上 任期最长的参议院的领袖 参议院的党魁 那么他的特点是 非常娴熟的政治战略和战术 他非常的就是会 会玩策略 在奥巴马时代呢 其实麦康奈尔是担任了 阻击战的领袖 他对奥巴马的所有的政策 是全面阻击 政治不息 让美国的债务违约 所以等于是那种 抵抗运动领袖的味道 在共和党里头 他是得人心的 到了2016年呢 川普上台 那么他就终于不再用 不再扮演反对党的角色了 他就跟总统开始合作 那在能合作的方面 有了相当不错的合作 具体什么方面 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减税 双方在经济理论上是认同的 就把美国的这个税往下减 这就是里根上台之后的 重要的减税法案 在川普时代也发生了 这跟那个麦康奈尔是有关系的 其实今天美国的股市还在上升 对不对 美国的经济并不差 虽然其他很多方面有问题 其实美国经济的不差呢 在我看来 就是当年麦康奈尔和这个川普的减税 形成了一个后效应 而不是拜登带来的一个经济繁荣 这是我的看法 那么第二就是法院了 我们都记得在2016年 2016年的3月份 高院的保守派的大法官 斯格利亚 斯格利亚大法官去世 奥巴马马上就提名加兰德 高兰德 来顶这个 来了顶上去 如果顶上去的话 高院的民主共和两党的 这个比例就从4比5变成5比4 但是呢 这个东西任何的高院的任命 都需要通过参议院 那作为参议院 多数党领袖的麦康奈尔 就是说我不开这个会 我不听证 我不审这个事情 因为他说这是选举年了 结果呢 他就硬是把加兰德的位置给脱没了 结果斯格利亚 作为一个保守派大法官的位置 就没有掉到加兰德手里 最后川普上台 那么推出就是哥萨奇 最后就到了哥萨奇手里 那么再到后来呢 当然这个另外一个中间派 叫肯尼迪 他们就劝他下台 年纪大了 先下台 我们换个年轻人 这样推上去的就是卡巴诺 这也是当然也是川普提名 和麦康奈尔主持通过的 再到后来就很有意思了 在2020年的10月份 民主党的大法官 金斯伯格去世 那马上 他就马上审议 马上通过 迅速推出巴雷特 过去 然后高院 共和对民主党就弄到了6比3 他不光这个 麦康奈尔在川普时代 他就联系了很多的法官 联邦法官 说找那些年纪大的 他说你们大选以前先退休 我们赶快换人 免得到时候 你到时候去世了 我们来不及换 所以呢 他在川普四年期间 麦康奈尔是任命了 200 川普提名 他确认 260名联邦法官 大家知道 整个联邦法官 总共只有860多人 260多 就是超过四分之一的联邦法官 由川普任命 使得整个的联邦的司法机构 向右倾斜 这样可以保持美国 叫做法律系统 二三十年的稳定 包括现在的这个乔治亚州 川普的那个刑事案 和佛罗里达州的刑事案 都是当年任命的 所以 那个两个案子呢 就不会太 太那个怎么说呢 就是太荒唐吧 好 所以呢 他是有功劳的 当然了 这个高院最高法院 在2021年大选期间 做了 我认为就做了 就是啥也没做 什么案子都没敢接 所以是一个可惜 没有承担 那今年看如何呢 我们要看了 迄今为止 关于川普的非常麻烦的案子 他们都接了 接了两个案子嘛 好 那么 再回到这个麦康奈尔 在刚才说了 经济政策和这个 法律 法律任命这方面呢 他都跟川普配合得非常好 但在其他多项的政策上 他就跟川普不同掉了 川普很猛 那麦康奈尔的保守派 价值是不够的 他是中间派 所以跟不上 所以包括说 当时川普想把奥巴马健保废掉 那么 就没废成 包括 当然还有很多了 其实回头看 从2017年到2019年 这两年的时间 那么共和党是有总统 有参院有众员 那是非常珍贵的两年 如果麦康奈尔和保罗 莱恩跟川普充分配合的话 那两年可有巨大的建树 但现在说这个都晚了 他还有一个他很灵活的地方 叫打引号的灵活 反映在叫做 叫做专项资金 就是为了一个专门的一个目的 专用这个意思 那其实共和党的国会 是非常反对这个做法的 麦康奈尔也反对 但是他经常为他的州 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表面上 就是表面一套 下面一套 有点那个意思 所以麦康奈尔特点是什么 就是灵活 灵活策略很厉害 但是他的策略多过原则 我想大家正常时候都可以 两党都比较正常的时候 这是可以的 但是当出现 强大的正负价值冲突的时候 你就变成是合作 你的灵活 就变成会牺牲原则的时候 他的策略 他的灵活就是问题 这就是跟麦卡锡比较相像的 但他比麦卡锡还要差 麦卡锡其实比较好一些 好吧 那到2020年大选之后呢 那个他2020年大选结果之后 到底谁赢了 对不对 有没有 选举有没有问题 那么他先是两边都不说 他既不同意川普 也不同意拜登 再到后来呢 他就开始承认拜登 再到1月6号之后呢 他就 1月6号事件之后 这个麦卡锡就公开批川 但是再到后来 这二次弹劾的时候呢 他没有支持 他不支持民主党的二次弹劾 他认为他这么说 他说川普有罪 1月6号确实有罪 但是他不是总统了 所以呢 弹劾不成立 他就没有这样做 参院那个时候呢 也想搞1月6号调查委员会 他也不同意 就没有成立 所以呢就是 所以你不能说麦卡锡什么都不好 他就是跟川普在很多地方没有完全同调 那与此同时他跟拜登是好朋友啊 因为拜登1972年进入参议院 他是1985年 两个人是30多年的参院的交情 那么拜登的儿子叫做伯哈布 他这个去世的时候 参加葬礼 唯一出席的共和党人就是麦卡锡 这是2015年的事儿 那么当然了 在这个川普卸任之后 1月6号之后呢 川普跟麦卡锡就真的是交恶了 川普呢也骂麦卡锡这个 骂他粗口啊 说我我雇了他 雇了他太太啊 他讲的是赵小兰出任川普的交通部长 但是他说他说过谢谢嘛 就是两个人就是很很 就是说基本上关系就恶化 那川普对骂麦卡锡 麦卡锡基本上都没回嘴啊 到现在王不见王啊 两个人都没见过没见过面 那么当然了 麦卡锡他的家族 特别是他太太家族 跟中共有没有勾兑 这里头有很多的这个诟病 我就不多说了 因为这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今天主题讲的是美国政治 好那么 所以呢在过去三年 大家注意到没有 共和党参议院的声音很缺 虽然他们权力很大 那么四五十个叫做参议员 连在一起的声音是很大的 在美国有实质有权力的媒体都会 在乎但是呢在很多事情上价值冲突上面 在川普包括川普被诉案子上面 他们都没有整体发生过 几乎从来没有啊 就是个人会发生 原因就是因为 麦卡锡跟川普已经是接下梁子不同调了 好那么结果现在呢 参议院参众两院 共和党是步调不一致 这是一个问题 川普五连胜 然后呢参议院内部又起来造反 要换人 所以呢 然后再弄出自己弄出小姨子 莫名其妙就没了 当然这是莫名其妙 是我们认为莫名其妙 他是不是莫名其妙 搞不好他知道清清楚楚 不管怎么样吧 加在一起 内外交困 所以呢 那个昨天 麦卡锡就说 我辞了 但虽然他辞了 他说11月才下台 才下台 所以现在这个叫做 叫做众院的自由党团 就说你干嘛要等到11月 你现在下好不好 所以还在顶他 好但是这里头 他辞职这件事情 他有一个标志 标志是什么呢 标志就是参院的反川 或者非川势力的一个瓦解 那么川普呢 就从现在开始呢 在我看来就基本收编了 这个参院的共和党人 那么完成到第四个阶段的整合 好所以呢 大家看到 从2015年到2024年 十年时间 将近十年时间 四轮淘汰之后 共和党的建制派的当选官员 基本上 就建制派的 不认同川普的官员 几乎都出局了 或者没有声音了 这里包括什么呢 包括前议长保罗莱恩 包括前这个众院的 共和党党团主席 利兹切尼 包括这个前总统候选 总统候选人 这个罗姆尼 包括这个叫做金星格 金星格 伊利诺州的这个反川的议员 金星格 包括前众院议长迈卡锡 包括现在就是参议员领袖 这个麦康奈尔 全都没了 大家看看 数一数看 你就看到这个趋势 很清楚 那共和党成为川普的党 共和党现在等于是 正式进入川普王朝 OK 当然了 真正川普王朝是一个家族的成绩 如果川普到了后来 小川普真的接他的位的话 那才真是不折不扣 叫川普王朝 好 那然后呢 这个川普再换掉这个叫做 共和党的全国委员会主席 这叫做麦克丹尼尔 因此呢 就基本上就是共和党的哈 叫做整合 就是就此完毕 呃 对 那好 那基本上呢 就是我再说一遍哈 这些整合不是川普的手段 不是他政治手段强 而是相生相克 因为民主党越左的话 共和党就会越右 而这个越右 接着所有刚才发生的变化 都是自下而上的哈 自下而上的 通过中期选举啊 通过现在的种种情形啊 就是逼走了共和党 不认同川普的建制派的几乎所有的人马 所以呢 这四个变化哈 第一是劳工层 第二是文化跟理念层 第三是众议院 第四个是参议院 就全部都归向川普 OK 那么自此呢 共和党从现在开始呢 是下个星期二呢 是3月5号 是超级星期二 那川普如果大胜的话 我认为他会大胜哈 在3月下选的时候呢 川普就会拿到1215张 这个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票 那共和党会提前跟平时比 提前两个多月 两个到三个月 结束党内之争 那么选出川普 来面对一场 10月份输也输不起的大选 而与此同时呢 对民主党也是一样 也是一个输也输不起的大选 好吧 那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哈 说的比较长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跟得上来哈 如果喜欢方位节目的人的话呢 请拜托哈 能够点赞订阅 还有打开小铃铛 干净世界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好那在结尾之后呢 这个回去我也要吃一下这个这个深了哈 叫做黑深呢 整颗的黑深 完整的黑深 根须完好哈 长得很漂亮哈 真的就是一个一个深的一个形状 所以呢 也给自己一个good treat哈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补品 帮到自己的健康 有需要的话可以考虑 好在下面可以找到相关的 这个订购的讯息 好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